下面想跟杨先生来聊一聊 关于这个习近平的出访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二十大马上就要召开了 那么通常呢就说按照惯例的话 一般这种会议开之前呢 这个领导人是不会出访的 因为呢有一些其他的考量了 比如说安全啊或者是内部事务的安排啊等等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是说 这个习近平会出访他这个国家 然后要去这个上河的这个会议嘛 那么但是当然中国官方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式的确认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杨先生 就说您觉得这一次出访他会去吗 他如果会去的话 是不是这个会议对他来说很重要 哈萨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斯坦都已经分别宣布 习近平和哈萨克斯坦 同时乌兹别克斯坦又宣布习近平会出席上海上河组织的峰会 那么外交部不表态是可能有考虑到安全啊 这个等等问题他经常是这样的这个是中国外交部的惯例 是非常具备的包括这个新冠病毒的可能有药完整啊 还有什么针一打下去啊 百战百胜无往而不利 那么上海合作组织呢是中国在江泽民主政时期筹建的 你觉得上海合作组织的接生坡是中国 这是江泽民胡锦涛留给习近平 中国自己筹建他要在乌兹别克斯坦去开这个会 他不去的话那就是普京就出风头了是吧 第二个呢哈萨克斯坦去年到现在 去年现在出现了很多变局 乔巴耶夫的这个他们这个个人的这个取态 包括哈萨克斯坦跟中国的关系 会直接的影响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 西部边疆就是新疆跟八个国家接纳 这八个国家都有极端的宗教势力 从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个中亚五国 对中国西部边疆又是新疆的稳定了 他是有构成威胁的 哈萨克斯坦自己独立建国以后 他以那个老总统多次访问新疆的时候 呼吁大家回家 你们这个哈萨克族的家在那边 当然这个民族可能要稍微补一个历史尝识 这个民族到今天为止有一千多年 有一首英雄战歌 来自东方的一个公子穿的白衣服白袍 是他拯救了我们这个民族 因为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 原来是在成吉斯坦灭族的计划中 整个民族是灭掉 是中国的一个老道士秋楚基 不远万里却能放下屠刀 不然你要怎么长生不老 然后这代表着这个民族网开一面 到今天为止 哈萨克斯坦这首歌是在赞颂秋楚基同志 你知道吧 但是这个民族呢 有自己本身很独特的这个气氛性 它跟中国的新疆的接浪的土地非常的长 非常的长 从哈拉山口到那个伊犁河谷 当年的这个六十年代的这个伊犁大 这个跑调的那些塔城的跑调 基本上哈萨克族 所以他本身也具有这样的想法 当现在他没有这个能力和实力 不过呢 对北京来讲 他也很紧张 那么现在俄罗斯的关系跟哈萨克斯也很微妙 那么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要大 中国就更倾斜于俄罗斯 包括最近在远东的这个军事演习 印度露气的就临时就跑了 但是中国派了强大的阵容 北方战区强大的阵容参加了在海参外 几个训练场的这个军事演习 这也是这个姿态 这个姿态 所以呢习近平会去不奇怪 不会去也不奇怪 不弄玄西马领导人 朝鲜的两任领导人 一般都是坐火车出房 他连飞机都不坐 所以当年金正恩冒着生命危险 坐飞机坐到了新加坡就很难得了 而是为了解决美朝关系 为了给美国打远会 也那个时候呢 在习近平访问海湖山庄的时候 带了一个总参谋长 黄什么灰黄昏灰 其实是中美两国军方在考虑 能不能联手 一起解决陶险的核问题 但现在这个机会错过了 朝鲜现在已经宣布自己是核国家了 朝鲜已经拥有了100多颗以上的核弹壳 这对中国在远东地区是个非常重要的危险 如果一旦翻脸 北京是在那个设置 美国现在在处理美朝关系 处理它半岛核危机 它也不急不急 以后搞不好 这是中国另外一个战略 这个我就不说了 所以中国这个周边外交 现在基本上是火点就很多了 包括缅甸又传出俄罗斯准备协助缅甸军政府发展核武器 那还得了 中国周边的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核武器 对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伟大领气候他现在怎么想 是的 那这个杨先生这个您看现在这个他出访不出访您还不知道 或者说你说有可能放个烟雾弹 或者说确定 不会放烟雾弹他要出访我觉得也正常 也正常 所以他出访这个事情 最大的意义 最大的意义就告诉四人二十大是我的 啊 是吗 昨天开会 昨天开会讲要修改党章 要按照他要他自己主持会要修改党章发 过去这十年的重要思想再修进去 那党章是越偏越长 反正就我也想建议一下 就不要说什么习近平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 社会主义思想 龙缩于习近平思想得了 对 就是跟毛泽东思想一样吗 对台词们以后高考比较好记 所以所以在这个部分您觉得他是说二十大是我的 您觉得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有人说他这次去最主要是要先见普京 您觉得是吗 我觉得先见谁倒也无所谓这是外交部的理议 形成安排的问题 形成安排的问题 西方比较愿意夸大先见谁后见谁的次序问题 我认为意义不大 他们倒也不是说是这个前后的问题是因为想要跟普京聊点事 他们是这样说的 跟普京聊点事其实外交之间他们的红线已经聊了很多了 我们是不知道而已 对 这是一个姿态 你美国逼急了我就会跟他玩在一起 所以美国现在下手就不像过去 所以你看看这里面第一西方夸大了见谁不见谁的意义 我认为这一点无所 第二个要注意的下个礼拜14号美国参议院要开始审议台湾政策法 对2022年台湾政策法 那个可不得了 那个通过了以后呢 基本上就可能导致中美关系断交的可能 对 因为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东西就是每一次公然的介入深度介入 完全符合中国动物的要求 这个呢 中美如果一旦断交 你看美国现在也开始提出出了芯片法案 还要搞传播法 你看看美国之间那段大家重视一下 现在中国的造船业 世界第一 跟韩国还跟日本还是跟哪一个国家 美国现在沦为二流的 一旦打仗 尤其是台海战争美国庞大的权队由谁来提供 这些东西就在为中美有可能直接产生军事冲突 为了台湾问题 这一点大家不要忽略 不是个别人的想法 美国的三权分立 现在不是一个整体协调的系统 是各自为战的系统 不然佩洛西不一定要白宫怎么劝谈 无角道的劝谈就是要来 白了以后现在又传说他要要要的 如果万一中期选举失败了 他可能要去争取做意大利大使 对 我原来他还想争取到台湾当代表处的代表 他惹了一个大祸 然后一屁股的债 一屁股的死 别人来插 插完就倒到意大利去 嗯 安度晚年 所以这个很不负责任 美国过去是三权国利益 但是立法跟行政系统是配合的 是接受一些咨询 接受一些意见 现在各管各管各 对吧 这两个推动这个台湾政策法案的人 不仅是为这个美国的政策服务 也为自己的商业赞助 当然 主张公司南卡罗纳州的主张 他就就讲了 台湾也很明白 马上就签订了1000多亿的这个飞机订单 对 台湾的媒体也很紧张 你这么一闹的话 那就是台湾的军队的这个指挥权交给美国 你愿意吗 蒋经国蒋介石一生就是抗拒美国 直接介入台湾的军事方面 所以台湾为什么就不会发生像韩国越南那样的 南越那样的一个军事政变 这位枪杆之辈 两位蒋先生紧紧的拉 坐在手上 所以美国说的韩国的这个军队 南越的军队是美国发军响 在台湾不是 你可提供武器军响我们自己复制 蒋介石的态度很清楚 现在也在翻案 为什么当年美国人会那么厌恶这个蒋介石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不把指挥权交回史迪威 美国讨厌他 再加上那个是国民政府的腐败 让美国人大事 这一段历史很有意思 不然的话美国二战在亚太地区的战场 在跨倒战役的时候牺牲那么多人 但美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吗 美国已经把整个中国日本的所有的军事基地什么东西都摸的一枫那种 就准备战略反攻的 那你军事交不交出来美国人不玩 我跟你们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人物 一个是史蒂乌一个是马歇尔 1946年东北战场蒋介石势如破族 把这个林彪都赶到了哈尔滨的牡丹江那边去了 东北抗日元的民主联军的所有的商品员和武器储备都放到朝鲜去了 停战 这一停战就反攻了 我说刚才讲了中国中华的民主国当初的建都不是北京 也不是西安 是哈尔滨 所以第一届的政协会议的筹备会是哈尔滨的马帝尔宾馆举行 放在哈尔滨打不过了就跑到美国去了 逃到苏联去没想到这个四路破族1946年很关键 啪啪啪三年才干掉 他这里面有后面很多史家的说话 我觉得我们把话题拉到现在 拉到现在 中俄关系是战略性的抱团起两 还是潜意性的抱团起两还要观察 美国逼得太紧 中国肯定要选择自己另外一边 我们知道当年美国的中美建交是为了联手打击苏联 所以有一个观点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跟中国和美国联手是有关系的 人们只是想到了新思维的美国的整个外部的压力 没想到这里面有中国人不可过去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那么某种程度上的中俄两国的抱团起了 其实已经成型 1比1的人民币对卢布的规律 中国吃大亏了 1美元对卢布已经是67到68了 这里面是闹着弯子 支持了欧洲市 然后导手把这个天然气卖到欧洲去 又捞了一笔 中国人现在也会做生意 貌似中国在欧克兰问题上不偏不一 也当不了 欧洲人也不会让你一个东方民族的当游戏 他宁可选择土耳其 那个不靠谱的这个有过选者 但是中国的政治性太深了 你从这种态度来看 乐意成功被吊走 可能是一种姿态 不是义务的中国俄罗斯关系有根本性的改变 你这里面同时的 你说美国这个步步 紧逼 中国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战利 小朋友太多 那这用钱买 没有用 不靠谱 俄罗斯前来 中国的军工业 现在不一定完全依靠俄罗斯 甚至可能发展比俄罗斯好 这些东西都是要面对的 但是普京这个人 他是不会当老二 当你习近平撒不垃圾 就往前跑 打航子弹 然后再想办法做什么 真正要翻脸 俄罗斯会找一个节点 跟西方改善关系 这是杨先生的观察 凯兰说 苏联会解体 俄罗斯不会 冷战专家这个说法是有他道 这个民族有他的独特性 是 这样一个民族的看变 虽然他有很多不可思议 必须对受批评的地方 对 反而是中华民族 我觉得有点担心 是的 这个国家地道 这个民族历史上盛采汉奸 是的 好 谢谢杨先生分享最后一个问题 来问一下杨先生 我们看到栗战书 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他会在7号到17号来对俄罗斯蒙古尼泊尔和韩国进行外访 那么这个也是俄乌战争之后 这个访问俄国的这个最高级别的领导人 所以你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 他这次的出访在您看来是要干什么 栗战书跟习近平关系很近 对 大概跟习近平关系比较近的 一个是栗战书 一个是王岐山 如果按照蔡霞的说法 就王岐山抱怨的军臣关系的 栗战书其实也也没少受这个气 两个人年纪比较大 王岐山是老高二 栗战书是老高一 49年一个是47还是40年 那不讲年龄 现在的他的权力在哪 在中共的这个常委会的白云 他第三 那么长期当过他的中办主任 对 有关他和他的家属这个非议的很多 巴拉玛档案还有解密的东西都有 那么我是这样简单的说 栗战书这次出房是退休前的一次安排 张德江以前要退休前也到处跑 那个时候没有疫情跑的地方更多 因为退了休以后就不方便这样跑 这算是一个生活待遇 政治待遇 离仪性多于实质性 在怎么排名第几 分量还是不够 都有人他替谁暴露 对没有什么暴露 行李如仪 赵本逊 外交部里面是给他的练个稿 不要把他夸大 他也扮演不了神秘的结设 退休前的安排 他拉一下 到哪里黑皮就这样 但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 要戴个口罩 他不懂外交 也没有办过什么外交 在海外的时候的话 也不是外交部事先给他递个稿子 找独就行了 独完了黑皮一下 到韩国去吃一下泡菜是吧 到俄罗斯去吃一下 还有哪一个国家 都是一些 然后就回来以后 他就要退休了 明年三月 有养老 养老 七十多岁了 跟共和国一个年纪 了解 他当县委书记的时候 我在北京见过一个客气 但是现在我们只能高高的看着他 嗯 哎 这个 一个江湖之言 那挺好啊 是的 所以这个 这个确实 就是因为这个二十大 我们说这个一直是 大家其实都在关注 那么二十大马上就要召开了 那么之前的一些这个布局 或者之前的一些动作 大家也会有一些分析 但是最终 我们还是要看二十大 这个召开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向 包括我们之前跟杨先生 也曾聊过 会不会在这个防疫政策方面的一些改动 我们不能说他会结束清零 但是最起码能够相对的就放开一点 坚持清零一百年不重要 都快变成计划生育了 常态化了嘛 对不对 你没有没有疫情的道理 要到统一之 安徽什么地方还举行 刚市值这个现场这个比赛 我非常要求直播 他没有画面 没办法 这个放上来估计 YouTube把我们封掉了 是的 好了 今天也谢谢杨先生跟我们的分享 辛苦您 谢谢 那么等一会儿杨先生的这个频道 会有他的这个直播 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杨先生这里 跟这个杨先生 审刊胡聊一下 好不好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紧离周点评 这个下期 下个周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这个见面 还是在这里 祝杨先生中秋快乐 也祝我们所有 祝大家 祝快乐 是的 在所有在线的朋友都中秋快乐 这个虽然刚才这个有网友说 这个我们这里只有一种声音 没有 我们这边有很多种声音 但是就说这些声音呢 我们希望是观点的碰撞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紧离周点评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